市长陈其迈陪同行政院长陈建仁 视察左营国家运动训练中心 为积极备战成都四大运、杭州亚运 以及2024巴黎奥运的选手加油打气 判所有选手全力以赴为国争光 今天最主要是2021的四大运的陪同院长来加油打气 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 这是他今年第二次来到国训中心 每次来都能从选手身上看到满满的自信 这次成都四大运以及杭州亚运 期许每一位选手都能超越自己向上提升 并给予大家最大的鼓励 真的很谢谢我们国训中心准备规划的很好 特别是现在要到四大运或者到亚运 连所有的行程等等规划的都很理想 那我们也要落实总统所说的 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要作为选手们 还有教练们的最好的后盾 提供他们最好的这一个随行的服务 让他们能够毫无后顾之忧的尽全力的表现 为国争光夺得金牌或者是奖牌 让我们再一次的为他们加油 那在今天我们有这一个体操世界杯 这个开楼战的比赛 我们阿玛的决赛冠军灾金的 这个李志凯在现场 还有我们刚刚从澳洲公开赛的 女子62公斤级的这个跆拳道 夺金的罗嘉玲也在现场 还有屡次带给国人无比感动的 我们举重的女神郭欣纯也在现场 我们是不是给他们三位热烈的掌声 也为他们加油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为国争光 曾经人感谢国训中心 将培训内容及参赛规划的十分妥善 落实总统承诺提供选手最完善服务 同时作为选手后盾 让选手参赛无任何后顾之忧 得以全力表现 为国争光夺得奖牌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